老師現在前往哪邊 我現在就是要去下一個會場準備我的演講 老師通常... 不用叫我老師沒關係 大家放輕鬆一點 你可以叫我銷售之神就好了 老師真幽默 那銷售之神通常會怎麼準備演講呢 那像一般人他們可能會照著行程表 然後剛好準時抵達會場 那像我會習慣用充足的時間來悠閒的準備 所以對我來說準時到會場是60分而已 所以大概會提早多久時間到呢 我會晚到半小時 謝謝 謝謝 加油加油加油 你知道嗎 你要相信自己對不對 所以 OK 你們有多少人是害怕上台做簡報的 我來做個調查好了 你們害怕上台做簡報的人 麻煩舉起你的椅子 好 那如果你們不害怕上台做簡報的 麻煩舉起你們左邊的人 好很好 那我了解 那我來看一下 如果呢 你害怕上台做簡報的話 那我想請問一下 是上台做簡報 比較可怕還是 你的案子 因為你害怕上台做簡報 而沒有過 比較可怕 那是上台做簡報比較可怕 還是全面啟動 已經是十年前的電影 這個事實比較可怕呢 或者是 新版的公讀生 是2004年出生了 很可怕吧 16歲 很可怕吧 相當起來 簡報 一點都不可怕 那在這邊 教大家兩招 很輕鬆 可以面對 在群眾面前說話的小技巧 那第一招呢 就是自我暗示 什麼是自我暗示呢 簡單來說 就是呢 去設計一個 你上台前的準備動作 像有些人可能會幫自己打氣啊 那 那也有些人 他可能會做一些 放鬆身體的動作 那像我 我會比較輕易去做一個 剛出生的小度的動作 好 那麼第二招 建立自信 有些人在台上呢 他會想像 觀眾是蔬菜 但是不覺得這樣很不尊重 來聽你說話的人嗎 那也有些人 會想像觀眾是蔬果 那像我呢 就會建議你們 想像自己 是蔬果的蔬菜 或者是 我會傾向於想像觀眾 全部都是扁平足 這樣會很方便幫助我建議自信 但是最常 我是想像觀眾 全部都是空氣 像我現在就是 但是 全部都是空氣 但是 全部都是空氣 我會想像 我會想像